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忠臣孝子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推崇的两类人 好像除了圣人就得说这两类是绝对的道德模范 那么忠臣和孝子其实你想想它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 忠臣是什么呢 是忠于国家 其实就是忠于君主忠于皇上 孝子是什么呢 孝敬自己的爹和妈 那么为什么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块呢 其实封建社会的同志要通过这个给你洗脑 就是你在家怎么孝敬爹和妈的 那你就得怎么孝敬你的主子 孝敬皇上 忠于皇上 而且这个忠和孝啊 如果不能两全的时候 那一定可着忠来 那么说白了 孝敬皇上在一定程度来讲呢 这个就属于啊 你作为臣子的一种信仰 但是孝敬父母呢 它是人性当中天生的成分 但是你忠成于皇上 他可不是人性里固有的成分 所以这里头呢 就出现了人性和信仰之间的冲突 那么这种冲突呢 应该说贯穿着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 而且呢 由此呢 也引发出无数的话题和无数人间的悲喜剧 你看在我们聊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要给大伙讲一个历史掌控 这个掌控你嘎一听是笑话 但是你细琢磨 用四个字形容叫细思极恐 什么时候事呢 春秋时候的事 咱这都春秋五霸呢 头一辈是齐桓公公子小白 齐桓公靠什么上来的呢 那得多亏了 管仲的辅佐 管仲很了不起 那么等齐桓公八业已成的时候呢 你想想那身边乌洋乌洋的 溜须拍马的呀 身边的弄臣呢 那有的是 这时候齐桓公身边呢 就出现了三位 即得他信任的臣子 谁呢 树雕 开芳 说这三位怎么得齐桓公信任呢 这过程很有意思 咱们先说这个开芳 开芳呢 是这个伟国的公子 就是保卫家园那个伟国的公子 他在伟国呢 伟国的君主呢 他是伟国君主 应该是二儿子 把他呢派到这个齐国干嘛呢 就当人质 意思我这国力小 我奉承这大国家 我把我韩子送过去 你显得我对你多忠诚啊 咱就不犯刀兵 你就是我的老大 靠山 所以这开芳呢 打小呢 就给送到这个齐国去了 就一直在齐桓公身边 结果这开芳呢 就说哎呀 你就是我主子 你就是我老大 你就是我的天哪 就在齐国待的不愿回去了 到后来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韦国他爸爸死了 韦国国君死了 给他烧肾让他回来 不回去 那不是我爹 齐桓公您才是我爹 到这种程度 那这树雕呢 比这开芳还过分 这树雕呢 打小呢 在宫里边啊 就是十岁上下时候 进宫服侍齐桓公 可是他一天天长大了 到了十四五岁了 这不行了 得出去 为什么呢 咱都知道 皇宫里头有太监 为啥要太监 那后宫三千加历 都是皇上的女人 你要不是太监 正常的男的 你说 有那个 得不着雨露君瞻的妃子 保不齐就弄出点事 你说把这个大王 弄的脑袋绿油油的 不像话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万一弄出点事 有孩子了 这算谁的呀 你再弄不好 这天下传到谁性的手里 没准了就吧 所以小孩在宫里可以 一旦青春期 啊 这个身体第一性征 第二性征发育了 那就两条路 要么你赶紧出宫 要么呢 给你散了 你当太监 这树雕呢 就说 我伺候齐桓公 伺候我这 比我亲爹还亲 这是我实在不愿离开你 那为了还能继续陪在你身边 树雕拿出刀来 这可叫称雄江湖 回剑自宫 把自己给杀了 全公一看很感动 哎呀 我得好臣子 对我这么重心 你等一牙呢 更狠 一牙呢 厨子出身 做的东西特别好吃 有这么一天呢 这个秦桓公啊 吃一块牛肉 嚼着嚼着 这有点老 咬不动 秦桓公就说 哎呀 什么东西都是啊 嫩的好吃 哎 你说人是不是也这样的 哎 这素素大的不好吃 小孩的肉肯定好吃 秦桓公就随口这么一说 一牙当真了 走心了 隔天呢 就给他奉上一盘肉 秦桓公一尝 又嫩又滑 这什么肉这么好吃呢 一牙眼泪下来 大忙啊 你就是我亲爹 你想吃小孩肉 我左思右想啊 臣子也没别的能力 我回家啊 把我三岁大的儿子杀了 把他烹成这锅肉 我挑最嫩的 给您送过来 哎呦 秦桓公感动 哎呦 我这好臣子啊 对吧 这么重心 你琢磨琢磨 这树雕开放一扬 这哥仨 为了扒着秦桓公 下了本了 管仲早就看出这不对的 管仲呢 就跟秦桓公说 大王 你万不能宠幸这三个人 你得赶紧把他撵走 小公说 Why 凭什么 他们对我这么好 管仲说 大王 你想想 人呢 一定是爱洗自己身体的 要胜过爱洗别人身体 一定是疼自己儿子 胜过疼别人的儿子 一定是 愿意照顾自己爹吗 胜于照顾别人爹吗 这里人那人吗 秦桓公说 是啊 那怎么说 你看 这开放 自个爹死了 他都不回去 你能相信这是百分之百真的吗 一牙居然把自己儿子给碰了 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 树雕更狠 刷 把自个儿的给搁下来 你想想 这违背常识 违背人伦呢 这不是人性啊 这太夸张了 所以我不相信 这仨人不是包藏活心 小公公一琢磨 可也是啊 这违背人性的 对我忠诚 好像我就是他最大的信仰 这是有点 心里头悬灯 就把这三位撵走了 可是呢 管仲我死了之后啊 秦桓公 心就软了 也没人管他了 又把这仨叫回来 结果后来 秦桓公果然被这仨人害了 秦桓公素数大了 这仨人呢 把他关到宫里头 不给他饭吃 最后秦桓公啊 生生饿死 死之前呢 搁衣服把脸蒙上 意思我死了 没脸见管仲 死之后76天 这尸首才被人发现 宫里都爬满蛆虫了 你得 那恶心 所以春秋五霸 开创新时代的秦桓公 就死到这仨人手上 你看 这说明什么道理 任何违背人性的忠诚和信仰 都是不可靠的 你首先是个人 然后才能谈到其他的 所以国往近来都是如此 如果你人子一片一纳 你都够不上 你还谈什么后来的事情 在整个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上 有无数这样场面 某个政治组织或者一个党派 训练出一批对自己格外忠诚的 我忠诚一说 到了违背人性的程度 你咱这么说吧 你比方说这个恐怖分子什么的 绑个炸弹的 妇女儿童就冲上去了 你像这种 泯灭人性的忠诚和信仰 它是绝对罪恶的 有的人是包藏祸心 故意伪装 而有的人是完全被洗脑了 成为行私走肉 所以我说 无论你是任何党派 任何组织成员 你都首先得是个人 然后才能其他的 你比方说 蒋介石时期说某某某 中国国民党党员 绝对忠诚党国 你得仔细分析 比方我们举个例子 中国国民党员 中国共产党员 这都可以 首先他是个人 第一啊 不能违背人性 第二 他是个中国人 第三 他才是中国国民党员 中国共产党员 如果你倒过的这次序 他首先是 效忠国民党 效忠什么 然后才是 效忠这国家 最后 他才符合人性 你琢磨这人得多可怕 他都不是人了 越是被政治党派洗脑的 越可怕 所以我说 这就是人性和信仰之间 几千年下来的 互相纠缠的矛盾 那么今天 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 真实的故事 这个事呢 可以说得上 惨绝人寰 令人心碎 什么时候是 就是我说 人性和信仰 冲突最激烈的年代 往往是意识形态 有点变态的年代 比方说文化大革命 我说这事就发生在 文革 比较猖獗的1970年 哪的事呢 这事发生在 1970年4月11号 中国安徽省的 顾振县 这一天呢 顾振县政府门前呢 人山人海 都有上万人来 干什么呢 开审判大会 这个对我来说不陌生 尽管我在文革高潮的时候 我那时候很小 但是呢 在这个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时候呢 我看到过好多这种情况 严打的时候 开审判大会 大伙都到一个大操场上 往往是某个学校操场 一辆辆的大卡车来了 车上压着犯人 让犯人跪着 低着头 后边插着那牌子 某某强奸犯 某某杀人犯 判处什么死刑立即执行 然后这车 就开门荒郊野外 我们一帮小孩 不懂事啊 跟头都跑啊 就看枪毙人 这在今天 我们大家都 这是常识 这个呢 是不是人道主义 是违背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 可是在那个年代 遍地都是 更别说王国大革命 那么1970年4月11号 安徽省的 顾振县的县政府广场 人山人海干嘛 审判大会 审判大会呢 判死刑就一个人 是个女的 44岁 个子不高 书短发 白净脸 叫什么呢 叫方中谋 忠心耿耿的忠 谋略的谋 什么罪呢 很简单 那牌子上写着 反个命罪 他跪在这大卡车上 后边这 红卫兵压着他 摁着他脑袋 你低头认罪 这女的挺将 也挺横 就不低头 抬起头来 看着下边 乌洋乌洋的人 那么这个人群里头呢 离他挺远 有一个16岁的青年 叫张鸿兵 站在这人群里头呢 他心情格外复杂 怎么格外复杂 这张鸿兵不是别人 是方忠谋的儿子 说那儿子到现场 看自个妈又被枪毙了 那不得伤心欲绝 为什么说他复杂 那心情呢 因为他妈 为什么被判了死刑 是他和他爹举报的 说这个事 天底还有这样事 举报自个亲妈 你处人啊你啊 让自己亲妈被毙了 有人说那你老梁 你说不是大一灭亲吗 别跟我提着大一灭亲 我听这四个字 我打心里头都打寒着 说这张鸿兵和方忠谋 怎么这就举报他亲妈 他亲妈就被枪毙了呢 咱得时间往前倒两个月 1970年的2月13号 这一天呢 是农历大年初八 方忠谋和他的丈夫 叫张岳生 家里头呢几个孩子 其中 这个张鸿兵呢 16岁了 哎 是那红卫兵里边 非常积极的 他每天早请是晚回报 拿着红宝书 无限中于毛主席 而且上小学 就是学习毛主席 著作小分队的积极分子 他可以对外看 这都是一个绝对革命的家庭 绝对忠诚于伟大领袖 毛主席 那么2月13号 大年初八 这晚上 他这家呢 跟往常一样 这个张鸿兵呢 在那刷碗 方忠谋呢 在拿个盆呢 给丈夫和孩子洗衣服 这边呢 他老公张岳生呢 在那抽着烟 哎 就在这个时候 方忠谋呢 顺手啊 从床头拿起本书 是个赤脚医生的手册 因为这个张岳生和方忠谋两个人都在医院工作 两个人经常下乡 给这个老百姓看病 所以身边有着赤脚医生手册 这个手册的封面呢 那个年代 咱很多朋友熟悉 都印着毛主席一录 哪句呢 印这么一句 叫高贵者最愚蠢 卑贱者最聪明 这毛主席的原话 方忠谋就说了 你看啊 这两句啊 我在书里查了 不是毛主席说的 是他引用别人的话 他这话刚说 话音未落呢 那边这张红兵正刷碗呢 嘶啷 就转过身来了 妈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能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呢 怎么是毛主席引用别人的话呢 毛主席一录不成抄别人的吗 你这是什么混账话 马上对他妈勃然变色 现在有些年轻朋友不理解 真的那样吗 我告诉你 你要从那年代走过来 真是那样 那你谁敢说毛主席个不字 坏话 那还了得了 当时有哥吗 你们有朋友可能知道 天大地大 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 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 不如社会主义好 和尘海神 不如阶级有爱神 极左年代就这样 其实咱们心里都清楚 那党的恩情比天还大 比地还大 爹娘不如毛主席亲 说破大情 你也不能信 哥现在是常识 在那个年代 那就是混账话 啊 就不能信他 所以这一说方忠谋 他的丈夫张乐生 在旁边也起来了 你干嘛 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呢 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很了得 你这下去你很危险 没想到方忠谋 就跟没听见他俩说话一样 张嘴又来了一句 我要给刘少奇发案 刘少奇是冤枉的 哇 这在1970年 更捅了飞管子了 国家主席刘少奇 那时候被定性为 大汉奸 大公贼 反动派 你这 你居然给刘少奇反案 了得吗 当时这物理就凝重起来 咱这么说吧 在那事的意识形态极左的情况下呀 瞬间这小屋 就好像波涛漩涡当中的 这么极朵浪荒 你看着好像没多大浪荒 其实暗流汹涌 随时都可能沉默 顿时 这屋里如惊涛骇浪的一座小粥一般 气氛凝固了 没想到接下来方忠谋歇斯底里了 根本不顾丈夫儿子对他的斥责 来了一句 我就觉得不对 咱不对 凭什么满大街到处都贴着毛主席的画像 他要搞个人崇拜 这是干啥 这一句话更是直接攻击领袖 在当时 当时这张岳生和张宏斌也俩就急了 张宏斌说 你这绝对是反个命 你现在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我们要跟你划清界限 张岳生比较老练 我告诉你方忠谋 你有胆把你这些话写下来 你敢吗 没想到方忠谋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敢说就敢写 这个时候屋里没纸 他不要紧 这张岳生呢 把烟盒拆下来了 给他支笔 而这个时候方忠谋 少有的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 点上抽上了 他从来不抽烟 不是为什么今天抽上烟了 然后我刚才说的话 在烟盒上写下来了 好嘛 拿到这个反个命证据 张岳生拿着这烟盒 走出家门 搬什么去 到公安局报案去了 举报自个儿媳妇 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年代这是死罪啊 不得了啊 你看咱现在说 当然你现在好像 你骂奶领导人 也不是件轻人一举的事 当然美国随便骂 骂川普随便骂 他就举报去了 这个时候张红冰干嘛呢 他琢磨 怕自个儿爹啊 跟自个儿妈 还有夫妻之情 废话 你去本来两口子 他万一顾念夫妻之情 不是真举报咋办呢 在屋里唰唰点点 他又写上来 把他妈所有这些证据 全写上 写上之后呢 搁一个毛主席向张 抱住了 他去哪呢 去当时住在这个 顾镇县的 王大革命时候的 宣传队的领头的 说把那铁杆大造人拍 走到他家门口 顺门缝把信塞进去 爷俩双管齐下的举报 立马一查时 把方仲某带走 马上定罪 前后一个多月不到 判死刑了 病 真枪毙这一天 我跟你讲 人呐 他毕竟血浓于水 他不是畜生 那乌鸦帆埔 杨高贵辱 禽兽上之 眷恋父母 你说何况人呢 这张鸿冰 哥老远看着自个母亲跪到那卡车上 心里头啊 翻江倒海 不一会儿呢 这卡车往前开了 奔着个固震县郊区去了 刑场大概有两公里吧 那么个洼地在那逼人 张鸿冰被人流裹挟着也跟着往前跑 可是再跑到离刑场不远的地方 他腿跟灌签是跑不动的 他不敢看 他母亲被枪毙那血淋淋场面 毙完了连子弹费都得加速出 哎 没法说这 当时呢 心里头说不出来是难过还是兴奋 各种感觉揉在一块很腐道 当时他母亲头抬起来 在广场上往下看一会儿 其实呢 这目光也在搜寻自己的熟人 甚至是亲人 那时候张鸿冰是把头低下来 把这军帽往下拉一拉 不敢和他的母亲眼光对视 那么在死之前 他母亲被枪毙之前 这个张岳生张鸿冰爷俩 风光一时无两 为啥 大义面亲呢 把自己亲人举报了 都判死刑了 这爷俩不断被请到各个单位去 做报告去 在当地成为绝对名人红人 大家表面说大义面亲真了不起 背后我跳着脚着 把这祖宗八辈都给骂出来了 为啥 缺德不缺德 举报自个儿老婆 举报自个儿亲妈 你们还他妈是人吗 很多人就说 张岳生准是外头有女人了 要不然他不至于这么狠心 其实有没有呢 没有 你就说意识形态 这种类似邪教式的意识形态 把一个人得搞到什么程度 那么张鸿兵那更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为啥 你举报你亲妈呀 你要说丈夫害老婆 有那么句话吗 夫妻好比同龄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可是儿子害妈呀 这从哪个角度都说不过去呀 举报自己母亲 制自己母亲于死地呀 十月怀胎呀 你是怎么报恩的呀 这一点说实在的 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是很讲的 你看 有那么句话 孝顺母亲 这是人的天性 他比孝顺父亲 都要高 为啥呢 中国古代的刑法里规定 说这儿子要把爹杀了 那肯定是 大逆不道 出此 如果要杀自个儿母亲 那就得凌迟处死 寡了你 也就是说 害自个儿母亲 比害自个儿父亲 这罪还要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 有句话叫 杀父者有如禽兽 杀母者禽兽不如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大自然呢 里头这动物 都谁带大的 都母兽带大的 就是动物的母亲带大的 父亲一般交配完了 他都不管了 所以呢 很多这野兽长大以后呢 他不认识自个儿爹 你到大了以后 咱们看那狮子 全经常有吗 这狮子跟他爹碰上了 不知道 俩狮子打一架 他把他爹咬死了 常有的事 为啥 他狮子交配完了 就没进到养育之人 就跑来 所以呢 禽兽呢 往往不知道 谁是他父亲 所以呢 你杀了你父亲 有如禽兽 可是禽兽都知道 谁是他母亲 因为啥 从小是妈给带大的 所以你要杀你母亲 你禽兽不如 刚才我说了 乌鸦返璞 羊羔贵辱 乌鸦 年岁大了 成长起来了 还值得雕神 喂他母亲 小羊羔吃他母亲奶 双气贵岛 表示感谢 当然这是象征啊 咱别叫这只 就说动物都知道 对自个儿母亲好 所以杀父者有如禽兽 杀母者禽兽不如 张鸿兵这个行为 不就是禽兽不如吗 你琢磨琢磨 那有的人说 你这个 那个年代 那就得大一灭亲 你就为了我的信仰 你的信仰是你的信仰 但是当信仰和你基本人性 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连人都不是了 你有再高的信仰 又能如何呢 又能怎样呢 我就在想 潜伏那剧里边 那么讲信仰 如果让余泽成 说你撤离之前 你把翠平杀了吧 他能下来去爽望 他要真能下举手 他就是个禽兽 他给革命做了多大贡献 都一文不值 人首先得是人 人不能是混账王八蛋 你像这种事 有人说 那你爹妈做错了 做错了 自有人去惩罚他 也不应该由你来 拿着刀坝子去捅他 我以前给大伙讲过一件事 南宋时候 那不是北宋的时候 这个金兵攻破了汴良城 当时就有个姓曹的官员 就投降了这个大清国 帮大清国干了些坏事 但他儿子挺争气 跟着岳飞 就成为岳飞仗下的一员小将 等两军对垒的时候 那边正好他爸爸来 岳飞就说你这样吧 你对你爸爸呀 小之以情 跟他讲清楚 你眼眼吗 好对话 把他劝响 让他投诚过来 别再诅咒为虐了 这个小将军姓曹 两句振钱 跟他爸爸就对上话 结果他爸爸执迷不入 反而劝他儿子归降 他儿子一气之下 一催作祭 手中银枪一斩 把他爸爸挑于马下 给弄死了 这小将还觉得自己立了功的 带着他爸的失手回来 见岳飞 把岳飞气掉 拍桌子骂他 你个混账 你爸爸是个混蛋 但是呢 手上这混蛋有我们的 怎么轮到你这 当儿子的教育他 你怎么来的 你不知道 没你爸爸哪有你 你不混账吗 把这小将骂得如醍醐灌顶 如梦方行啊 才值得自己做的不对啊 羞奔直下 在帐外自杀 我认为岳飞 明白人 你说你为了达成一种目的 你就让下边人 泯灭人性 干这干那 不是人的事 那有朝一日 你手里人为达成目的 也干不是人的事 你怎么办 比如这个 养毒虫一般 反噬自身的 很可怕 这是 所以我说呢 这个事发生之后 张宏斌 开始悲伤的沉重的心里包袱 而他们爷俩呢 也没有因为这个就得势 毕竟他是反革命家属 红了那么一阵之后呢 这张宏斌又是什么 体干的入伍 什么什么都白扯了 最后给下乡去劳动下来 他爸爸呢 也不行 在这个医院呢 生班忘 就给弄到基层下来 反而后来 因为反革命家属 在七几年还挨斗了 爷俩也都没捞着好下场 那么一直到文革结束 76年结束了 到78年开始拨乱反正了 方忠谋他的兄弟姐妹 那早都不跟这老张家往来 你们一家父子 一对混蛋 一对王八蛋 这时候开始呢 替方忠谋喊冤 因为这时候张志欣那事平反了 给他们极大的鼓 张志欣平反这事 爷俩也知道了 爷俩坐那 你看我我看你 咱们当初做的事挺不识人 这绝对不是人道主意 俩人开始后悔 然后他们也主动的写材料 张宏斌写了61页 这么厚的材料 给自己母亲深远 你说早是如此 你何必当初 就是你们把你母亲 推到死地 那么这时候有人就说 在那个年代 那个极左路线高压的年代 方忠谋怎么那么大胆呢 敢说这话 说那对自己家里人 那是对家里人都小心翼翼 你知道谁举报你 谁也不敢相信谁 所以为什么王大革命 是罪孽滔天的 他摧毁了中国人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到现在 中国社会里头 好多罪孽的事件 都跟文革有直接关系 所以为什么要彻底清算文革 就是一个道理 那为什么方忠谋当时敢说呢 这其实方忠谋当时 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已经接近精神病了 为啥呢 这个方忠谋啊 建国前呢 他爸爸 就投身共产党 他受他爸爸影响的参军 当了护士 医务工作者 而且参加了解放军渡江战役 可是呢 见过之后呢 他爸爸因为是地主出身 被打倒 后来被镇压了 当时这方忠谋呢 也觉得我应该为了革命 牺牲一切 自己爹算什么 还揭发检举自己家里其他人 如何过薄血生活 就这么积极的呢 最后弄成当地的这个医院的 门诊部的图主任 可是文革来了之后呢 他毕竟是家里头出身不好啊 他也受牵连 连斗他带什么 当时就觉得很想不开 结果这时候出个事 他的大女儿叫张芳 小女儿叫大胖 就是张红冰他姐姐 在68年的时候呢 有了一个很好和荣誉 就是这个顾振县的选拔 红卫兵呢 到北京接受毛主席 接见 这大胖 这张芳被选上了 多大荣耀 全家那乐都不行了 结果不幸的是张芳到北京 大穿联 见毛主席 回来路上在火车上呢 感染了传染病流脑 回家不久就死了 方忠谋他是搞医 他最清楚这个 他就有点像贤林嫂一样 风风电电的 方忍就说 你说这毛主席 搞什么穿联呢 你说我这大胖 不是上北京去 得不上这病 不会这么年轻人就死 他就有点 魔症了 所以再加上呢 自己家里的遭遇 他当初也检举自己家里人 结果家里人被镇压 他也没捞着好 所以这时候 他的心里 他的原来原有的那种 根深蒂固的信仰 伟大领袖什么的 有点就崩溃 所以在大年初八那天 1970年2月13号 他的精神到了一个崩溃临界点 说刘少奇 说毛泽东 其实在那种环境上 就有点胡言乱语了 所以后来呢 这爷俩呢 张悦生张宏兵 追忆一下 那事一点点就梳理开了 等于把记忆当中被抹掉了 快十年的母亲 又重新回到了记忆里 这个事后来 他母亲被平反了 张宏兵很勇敢的站出来 说自己的心路立场 他讲了这么句话 他说不是说 我现在把这话说出来了 我心里就得到释放 相反 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会跟着我一辈子 一直压着我 一直到我走进坟墓 他真是在用心在忏悔 为啥 是个人你想 你把你妈给弄死了 你得混账到什么程度啊 天打五雷红王 天打雷皮啊 所以他当时呢 也是啊 就是有如万箭传心一般 他说后来咱们都知道 这些年 有的人还梦想回到文革时代 文革是对的 怎么就不对 张宏兵在2013年 写了一篇文章 叫一个文革逆子的心路历程 批判现在正常心 说我拿我自己现实说法 你看文革是什么 罪恶滔天 所以你看现在呢 有一些人还想 回到文革大革命 觉得文革好 无产进文革大革命 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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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 你们干嘛 你们要把中国带到什么程度 文革是什么 那是全民族犯的一次罪啊 罪孽啊 一个文革结束了 十个反革命站出来称谈 剩下所有人都在那里哭 我把市区青春夺会 这都是斯文革给害的 怎么都是斯文革给害的 你没做过孽啊 没写过黑材上 没逗过人 没魅心的揭发过别人 没人整人 没人害人 全民族都应该忏悔这个事啊 而且咱这文革 有一段时间 居然有教科书写什么 说文革是艰难的探索 哎呦我的 好在现在教科书又改过来了 文化大革命 是由领导人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全民族的一场空前的灾难 你注意空前灾难 为什么我一听文革叫十年浩劫 什么叫浩劫 巨大的灾难叫浩劫 这个灾难需要我们冲头梳理 需要我们现在积极反思 巴金老人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 到现在遥遥无期 我是没有看到我们现代中国人 对反思文革的这种诚意 相反倒是从所谓的 艰难探索是这样的 看出有些人贼心不死 还想再利用文革这种 惨绝人寰的方式 来达成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 我最后就想跟所有的人说一句话 如果你觉得文革是艰难探索 探索你奶奶个孙子